花蓮縣市書畫協會即日起到9月30號 在花蓮市公所的市民一郎進行策展 這次以龍營疫運為主題 帶來30幅書法 彩末 還有西畫等作品 為市公所增添幾分藝文氣息 市長魏佳燕歡迎民眾前來欣賞 一幅服務精美畫作 懸掛在樓梯間 不管是書法 彩末 西畫等等 都充分展現出傳統的鯉魚美 今年是龍年 就是假成年 然後我就取這個龍營疫運來當主題 有傳統的書法 彩末畫 還有油畫 水彩畫 碳筆畫 壓克力畫 就是很多元這樣子 那參展的老師都是非常資深的老師 花蓮縣市書畫協會16位會員 從今日起到9月30號 在花蓮市公所市民藝廊聯合展出 三十幅精美畫作 也為公所增添了幾分藝文氣息 我們真的是非常感謝四十幅協會他們 大概每年都會在我們市民藝廊來做展出 那很多都是退休的校長老師 他們對於這藝文的付出非常的熱忱 那我們也是剛好我們的同仁或者是市民來到市公所來洽工的時候 其實可以欣賞這些藝術作品 那我們也可以使用我們的心理 然後讓其實我們公所同仁更可以輸一些壓力 公所市民藝廊每三個月就會更換展覽主題 希望透過藝文展出帶動鄉親民眾欣賞藝術作品 同時也鼓勵創作者舉辦展覽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可以電話洽詢 記者 徐立晴 華聯絲報導